好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想停止怒气,但不能停止,就是很难控制的话,怎么办? 处理怒气的秘诀是 处理这个怒气的来源,为什么发怒? 例如是人的怒气 我知道是人的怒气,那人的怒气为什么我会发怒呢? 因为我觉得 不公平,我觉得 我不喜欢,我不能接受 但是人的问题,不一定代表我们发怒 但因为他的问题我不能接受 我觉得是不公平 我觉得委屈,所以我发怒 所以这两方面要处理,怎样处理呢? 第一 他做的不好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这个信念,我们需要放在心中 就是说,人做的不好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因为如果我不是 人做的不好 我就发怒,我整天都可以发怒 但这样对我有破坏 我就选择 不将别人的担子放在自己身上 但我会帮助他 但我不会背负他的担子 这个是第一 因为我自己的,我自己的想法 他不好,我就觉得 有怒气 不能接受 因为我觉得世界上的人应该做得更好 他做不好是不应该的 这个其实就是不接受人的罪性 世界上的人都有罪性 所以我明白了 人有罪 我自己发怒也是罪 所以我接受人有罪,我有罪 所以我就不被我的罪性 影响我 我处理我 有人做得不好,我是不是有发怒? 有人骂我,我是不是有发怒? 发怒,越发怒,越吵架,越大问题 我也破坏我的见证,也破坏我的生命 所以我就告诉自己 告诉自己,骂人不好 可能还是不能马上停止 但我继续亲近神 继续从神得利 我就有力量了 首先我知道这个是不对 应该是能够接受,就不会发怒 祷告一方面 有力量 我会这样说的 我们的罪性情会容易 生成出来的 不会永远停止 这个罪性情不会永远停止 他的周围的 所以你希望我祷告之后 就没有露气 这不会发生的 问题是我里面有露气 我需要化解这个露气 不是说祷告之后就没有露气 有些时候会 但有些时候这个露气还在 但我就告诉自己 两方面处理 思想处理 祷告处理 思想处理怎样处理呢 骂人事情更不好 我发怒事情更不好 发怒我自己情绪更不好 发怒我更不开心 发怒我更破坏神的计划 我就越受苦 越不能在神的计划越受苦 所以我就说告诉自己了 发怒对我不好 诗人的问题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就放手了 我就祷告 祷告之后平安了 就可能有些时候 需要做一些其他事情 分散注意力 可能出去走一个圈子 去运动一下 去休息 做不同的事情 可以帮助自己的 能够帮助我们处理 就是有这个思想改变 未必代表会改变 需要继续地帮助自己 另外一个例子 有人有情欲 这个看到 异性有情欲 这种感觉 不会完全没有的 因为我们是罪人 问题是我们处理是几秒钟 一秒钟 或者是三个小时 很多人就是他们 他们看到自己有情欲的问题 就觉得很希望 我就随意了 随意犯罪了 这个严重了 但如果我们说 这个是不好的 但里面还是很喜欢这个异性 但我就说 这个对我不好 我祷告 求神帮我放手 帮我亲近神 相信神为我预备的是最好的 就处理 就是不要以为这个罪性情会 你祷告马上就失踪 有些时候会 但有些时候不会 我们需要继续地用思想处理 也继续祷告 继续处理 然后你处理惯了 你上一次发生的时候 你处理的时间就更快 再处理 再处理 你看到这个异性 马上就说 这个不好 不要想 马上就能够停止了 想发路 马上就说 这个路级不好 祷告 神还给我力量 就马上可以停止 这个就是进步 首先需要知道 我有这个弱点 我知道之后 我就能够进步 我不知道就不能进步 知道之后 不要放弃 有些人说 我今天又发路了 我真没有用 永远做不到 这个就是放弃 其实 每个人都需要付出代价 我也需要的 我不是一杀子 所有的罪就离开了 都是经过长的时间处理 一步一步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地处理的 在里面 首先有很多正确的观念 就是说 人的问题是他的问题 人的路纪是他的问题 人做错事是他的问题 就是不将别人的问题 放在自己身上 我不要这样 因为人而发路 我不要因为人而 愤愤不平 而是我说 神会祝福我 人不能破坏神的计划 我就让自己更平静 思想上 都有很多圣经的观念 我不需要被人影响 有以后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人能帮我怎么样 这些观念就帮助我们 不被人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